山上没有任何支撑,中国跨山大桥是怎么修建的?看完佩服工程师的智慧,这座跨山大桥名叫金铭三省大桥,位于两处悬崖之间,看着几乎垂直的岩壁就让人发毛,足以见得在这里修建桥梁是很困难的,而更困难的是,在桥梁的中间没有任何支撑体,踢头一看便是高耸的悬崖。 在此地修建桥梁可谓艰难无比,工程师每一步都特别谨慎,可以看到在悬崖两处,工程师先搭建了两处桥顶,然后用吊车和搭建的框架一点点的搭建桥梁,就像摆积木一样,一块块的向前排列,每一步都不能马虎,如果之前出现了问题就全盘皆输。 所以在建设建桥时,每一位工程师都会经过多次的精准测量,直到百分之百的确定后再进行施工,就这样金明三省大桥在工程师的一步步建设下,经过三年的时间正式完工,据了解该大桥全长286.4米,总耗资5900多万。 这座桥梁的开通成功,让世界各国的工程师为之赞叹,相信在我国在今后的发展中,会打造更辉煌坚固的桥梁,对于金明三省大桥大角色。